現在整個招募服務 台南醫院是製辦或是說北外辦理 招募服務員的部分嗎 這個整個招募服務員 這個團隊是我們台南醫院自己的團隊 招募服務員的話我們是招標 但是由我們來做管理 在我們醫院有辦公室 然後剛剛有講後面有講說我們醫院都要對他做平和 對他做審核還要做教育 不是像以前外面就隨隨便便的人就進來 有根本沒有學過專業 有時間他就過來結果照顧的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子對他們做平和 因為以前我們也沒有法令可以來處理 有時候他們照顧起來就七零八落 沒有專業造成有時候會有些病人損傷 有時候會對醫院端也會到很些困難 所以現在這個是 是把整合完整的有一個比較詳細的機制 那這個當然不是我們台南醫院獨有的 因為他其實是北檢 大家看這個就知道OK 他是因為有補助 但是各醫院有他各院詳細的不一樣的地方 對 這個計畫是跟會務部嗎 好還有沒有